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不要把摄像机拿出来 那有偷拍那个 明天我就开始戒了 戒了把我戒的过程你录一下 我最多通过七个牙刷 七个牙刷 广州人来人往的大街 几个饮君子犯了饮 就在天桥底下公然吸了起来 看样子十分享受 光天化日之下属实嚣张 然而饮上来了他们可不管 这时一个年轻小伙 从对面跑了过来 对着一个中年人要钱买货 中年人给了他二十块 这人叫阿龙 是这一片的供货头子 不仅做着毒品的生意 而且他本人自己也吸食 这是在零几年的时候 一名叫周浩的记者不顾自身危险 貌似更拍三年 打入以龙哥为首的小毒品圈子 拍下了这部珍贵的纪录片 龙哥将带你进一步了解毒品的危害 这位小伙眼看就要断气 龙哥健壮 随即联系他的家人 但这个尹君子早就跟家里断了关系 龙哥也没办法 这样的事情经常出现 龙哥也习以为常 桥底下出了人命 自然是不能带了 龙哥又带着一票小弟 钻进一栋烂尾楼里 一旦犯了尹 那感觉简直生不如死 在这群尹君子眼里 龙哥的江湖威望极高 不过没多久 烂尾楼就被控制 龙哥也失去了联系 记者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 没想到半年后 龙哥主动联系了周浩 龙哥一副笑嘻嘻的样子 他也因为能认识到一个记者 而感到骄傲 况且龙哥吃饭的钱 经常都是由周浩来买单 而周浩想拍下真实素材 便继续当着冤大头 俩人心知肚明 也不捅破 继续维持着表面兄弟的关系 喝了酒的龙哥 一直在打着感情牌 吃完饭 龙哥带着周浩来到了交易点 现场镜头虽然离得远 但是录音机里的声音一清二楚 龙哥向周浩保证 从明天起开始戒毒 由周浩跟拍监督 旁边的小弟正在吸食 龙哥见他可怜 掏出钱包 从干瘪瘪的夹层中抽出两张 小弟接过钱 连声道谢 龙哥却潇洒地说道 不用客气 龙哥曾经也潇洒过 可如今沦落到和女友阿俊 只能躲在尹君子聚集的出租屋里 其中一个小弟 他叫迷虎 他在向大家炫耀 今天买货被抓的经历 他本该被抓起来 可他在被审问时 趁管叫人员不注意 夺过桌上的打火机 一口吞了进去 戒毒所怕闹出人命 就先把他放了出来 这种事情在龙哥眼里 简直是小儿科 吞火机算什么 我曾吞过七把牙刷 还有各种刀片呢 果然 此话一出 赢得了大家的崇拜 迷糊 因为常年稀释 人已经有点神志不清 说起话来 没头没脑 有时还会出现幻觉 嘴里不停念叨着 卖鞋子卖鞋子 而且经常向一条小鱼祈祷 希望小鱼可以保佑他平平安安 昨天刚发誓戒毒的龙哥 今天就打起了自己的脸 他偷偷躲进厕所里 想给自己来一针 面对周浩的训斥 龙哥也无力反驳 只能灰溜溜的躺回床上 为了向周浩证明自己的决心 他把钱包和手机 都交给了女友阿俊 要说 尹君子在戒毒期间 是十分痛苦的 躺了三天的龙哥 只能向女友撒气 阿俊年轻的时候 也是个漂亮姑娘 可偏偏选择了龙哥 那个时代的女人 一旦选择了 就很难轻易放手 阿俊佯装收拾行李要走 可下一秒 就被搞怪的龙哥哄了回来 明知没有结果的 阿俊可依旧回不了头 他已经陷得太深 这天 龙哥接到一个电话 送货的小弟出了事 两边要约架 龙哥作为中间人 自然要插手 出门前 龙哥还特意呱呱脸 随后抄起一把大砍刀 就往外走 以前的一票小弟 一个也没有跟上来 好在最后 这只是一场闹剧 几个人掰扯半天 也没掰扯明白 事情解决后 龙哥就此消失了一段时间 在见面时 龙哥换了一副模样 黑色西装大皮鞋 而且还要送周浩一个相机 原来龙哥这阵子去当了小偷 而且专挑大商场偷 周浩一听自然不肯收下 一旦收了脏物 那不真成了一伙的了 龙哥见周浩不要 又改口200块钱要卖给他 可周浩还是不要 这下龙哥急了眼 声称以后咱们别再联系了 就此 两人确实就断了联系 一个月后 龙哥再次出现 这次 他已经没有大哥的架势了 他摊在床上卖餐 原来龙哥偷东西被抓 对方没有报警 反而下了狠手 龙哥再次打起了感情牌 我现在唯一的朋友可就是你周浩了 全然忘了上次决绝的模样 因为他要交房租 这次找周浩来 就是希望能救济一下 经过一番长篇大论 周浩给了龙哥房租的费用 然而没过几天 他又接到龙哥的电话 这次龙哥又换了住处 一见到周浩 龙哥就立马入了戏 先说自己出了事 被抓后吞了刀片 又因为周浩连夜驱车80公里来看自己 感动得痛哭流涕 哭完后 又从两人刚认识那回说起 还说自己将来一定会翻身 龙哥的演技不当演员实在可惜 他给周浩演戏的目的就是两个字 借钱 这次变成阿俊开了口 他们要借500块 说找到了一个好生意 启动资金就差500 具体是什么生意 他们又不方便透露 接着又是一番长天大论 两口子齐上阵 周浩再次心软 拿出钱包抽了两张 阿俊接过钱反而笑了起来 在与龙哥接触的这段时间 经验和教训 让周浩每次见龙哥都只贷200块 阿俊的笑 是因为龙哥在周浩来之前 就已经知道周浩只会贷200 双方斗智斗勇 斗得龙哥自己都笑了 几天后 龙哥再次失去联系 这一次 他卷走了所有现金 并抛弃了阿俊 阿俊本想在桑拿中心找个工作 可无奈没有关系 人家不收 阿俊心灰意冷 跟着龙哥这么多年 什么也没有得到 他只好选择回老家 临走前 阿俊不忍周浩 一直受骗 便主动告知真相 原来龙哥从一开始就在演戏 连阿俊都说 龙哥吞刀片 以及出事 都是他自己编出来的 龙哥的亲人们 早已被他伤透了心 其实 龙哥去年才离婚 而且还有两个孩子 阿俊不恨龙哥 因为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选择 对于龙哥来说 他就只是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好在阿俊之后有了新的男朋友 对方虽然知道一些他的过去 但丝毫不介意 时间又过了几个月 周浩再次接到了龙哥的电话 而这次是从监狱打来的 他在云南疑似带货途中 被当场抓获 本来应该判处死刑 碰巧赶上最高法院收回核准权 龙哥至少也要服刑14年 回顾龙哥的一生 他有家人也发达过 甚至在他落魄的时候 都有一个女人对他不离不弃 而这一切 在他成了一名隐君子后 如数净魂 龙哥常说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其实这只不过是他安慰自己的说辞 上天给了他无数次改正的机会 他却侥幸地以为 幸运之神每一次都会降临在他的身上 一个隐君子 家人和爱人都可以不重要 重要的 只有他在稀释那一刻的快感 龙哥的一生可谓如履薄冰 但违背了天道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注定要面对正义的审判 好了 本期视频结束 我是书生 下期再见